L 在演藝圈打鬼 有什麼make up要特別注意呢 從演藝信仁到老鳥的過程中 它們又遇過那些 不然道的事 這一集穿越康熙 藝人就要來聊聊 演藝圈的生存之道 演藝圈的老大王偉忠先生 光臨 康熙來了 大家一起鞠躬歡迎他 歡迎… 安心亞真的好敬業喔 從從才會發起 你們今天能上 我們康熙來的節目 來 你們四個都跪下來 跪下來給他 我都不敢走 大家不要 不敢當情緒 你們不是常盛嗎 就是我們已經都跪下 怎麼有一個還... 我跟你講 剛才大家鞠躬的時候 他也沒有鞠躬耶 他現在的電影 偉忠哥... 我實在一點 剛才沒有鞠躬 不是 我是偉忠啊 我現在照不住了啊 不是啦 我是偉忠啊 他現在跟王毅... 他現在跟王毅虹一起演電影啊 不得了啦 現在 我們在家做什麼他都不做耶 怕痛 他現在怕痛 等一下 你們聽我講話 好像沒有人要理我 我說我是偉忠啊 對 你是偉忠威嗎 我偉忠威啦 你是偉忠書 你是化妝書畫的 現在都跟他的經紀人Devi 兩個人一起在外面打天下 自己拍照 不理我們啦 沒有...沒有這個事情 如果一個助理主持人怕痛你 我們還需要用他嗎 不敢不用啊 要大牌啦 沒有...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你們很難得請到王毅虹等級的人 來當助理主持人 真的也沒有辦法 那要怎麼辦啊 那要怎麼辦喔 也不會啦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喔 現在紅了耶 真的喔 我們也不知道哪裡怎麼辦耶 那就是翻個跟斗還是怎麼樣 不用啊... 怕痛不要翻 不會... 不會... 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好身手 再想自己發個耳光 再想自己發個耳光 沒事 老闆在不要走 看到沒有啊 一直擋我鏡頭啊 真的 對啊 這樣子也被發現啊 你看我剛剛跪的時候 我有這樣跪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好 歡迎各位來賓請坐 好 今天呢 吳東哥要帶我們一起回顧一下 台灣電視的發展過程 結果大家都想不起來 第一個上的節目是哪一個節目 實在太久遠了 不過比較靠近的 茵茵還想得起來吧 第一個上的節目是... 第一個上的節目是 是以路人的身分是不是 路人的身分 就是舞蹈美少女這樣 當時我還算有禮貌嗎 很有禮貌 而且讓我很多的那個鏡頭曝光 所以有機會就是讓 唱片公司看到我 然後讓我就是想要 妳上那集節目 讓唱片公司就找妳啊 對... 對 因為她想要做 台灣版的杏田來味 可是妳也不要出唱片 為什麼要笑 不是 我笑 因為趙哥哥笑很大聲啊 唱片公司這麼隨便啊 不是啊 那個時候會跳舞的人 在鏡頭上沒有很多啊 可是問題是妳並沒有出唱片啊 後來 沒有 因為後來我去試音的時候 他們說舞蹈非常好 因為試音的時候說謝謝 沒有 聲音太可怕了 好 安心啊 第一個上的節目是 是...是我猜 就是那個什麼 以什麼身分 就醜小鴨變偏了啦 以前是醜小鴨 我是醜小鴨小時候 然後變漂亮 但是真正曝光是... 不要這樣嘛 但你看我以前的照片 妳會覺得真的變漂亮了吧 所以那個年代的主持人是 妳上的時候 是吳宗憲 憲哥 對 然後真正曝光還是全民追大黨 當然 我不好意思 問偉忠哥第一個上次 我那個...崔堤英真 什麼外景 崔堤清楚 外景節目 在我們文化學院出外景 你有露臉 我沒露臉 我在幕後啊 我們做FD啊 在旁邊幫忙開始 你那時候還是文化學生嗎 大二的學生 然後節目到你們自己學校去出外景 對...大二的學生 那你在學校不就很風雲嗎 就是... 那做...那時候能進電台 已經就很不得了了 崇崇那第一個上的節目是 我第一個上的節目是 許潔輝 輝哥帶我去上 龍兄虎弟吧 歡樂龍虎榜 當時還是舞台劇界的人嗎 對...菲哥主持的 然後我們就去表演那個 兩隻猴子 所以其實觀眾應該沒印象 因為我是特別為了上那個通告 做了一套 一萬五千塊的猴子 你跟許潔輝演兩隻猴子 對...然後兩隻猴子上去表演 丟蘋果 丟球這樣 對 然後那天很高興 我打電話給所有的 那個親戚朋友說 我上電視了 趕快看 這個禮拜六晚上 菲哥主持的 菲哥又訪問我 結果後來訪問那個全部剪掉 然後那個...字幕上只有打 連全名都沒有 連全名都沒有 那時候叫重重 可是他給我打唐先生這樣 趙兄的應該還最近的事吧 這兩年 國光幫幫忙 第一個 安欣雅小姐在全民最大黨的時期 是有被邰哥吼過的 因為一開始我是新人 我比較就是會常犯錯 然後會遲到 然後我覺得遲到是一個就是 新人為什麼要常遲到啊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趕很多試鏡啊 一天要跑七個 然後 所以遲到的背後 是有一些可憐的原因是不是 不可憐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不知道 然後我遲到 然後被罵之後 經濟公司就叫我休息一兩個禮拜 然後不發工作... 妳有親耳聽到 台資源在發脾氣嗎 因為我在那個化妝間 更衣室換那個秀哥友的衣服 然後我就聽到 然後自己還不太敢走出去 她說什麼 沒有 她就說今天秀哥友是誰 怎麼那麼晚才來 對啊 然後自己嚇到之後 就不敢再遲到 維中哥 如果大哥這樣子發脾氣的時候 其實只要小妹過去跟他 笑一下 撒嬌一下 應該就過了吧 別人我不知道 笑話 所以NC很像躲著沒有用對不對 他應該過去 他應該出去道歉吧 會 他們會道歉啦 但是那個... 不過小台是非常嚴格的 錄影那時候非常嚴格的 對 他非常講究喔 但他刀子嘴豆腐心 就比方說我... 就我認識的台哥 如果那時候很帥 台哥對不起 我今天趕七個通 我沒事... 他立刻就沒事 然後而且是真的就把那個忘掉了 對啊 之後他還是就是 就是給我機會啊 所以之後他就裝沒事了 他們是連環炮訓練出來 連環炮那個時候躲非常非常 跟軍隊一樣 所以維中哥會鼓勵新人 其實勇敢一點 跟前輩有錯就道歉就好了 因為你一定要過這一關 如果說你覺得說我不來了 受點氣錯我不來了 或者是說我不參加了 你就永遠沒有機會 那這個...你要把這個當作他... 因為他針對你對不對 我們小時候做助理也是一樣啊 他針對你 剛好你有個機會可以接近他 那剛好你可以說 對不起 大哥 我錯了 他對你就有印象 這一行的人啊 我一直覺得 我們這一行的目前幕後 感性是壞不到哪裡去 你說誰真的是大壞人 真的有嗎 我總共跟你講 趙哥來上康熙 有好幾次他都被我們氣到 在節目裡直接說 他再也不來康熙 有嗎 起碼有兩 三次耶 有 被你們氣的人 怒不敢言的多了 他敢言啊 他就說不來了 有沒有拿幾次是真的 有覺得我們刺到你的 視訊的那個是... 有真的刺到 視訊是你自己做的啊 但不要一直在傷口上撒鹽嘛 脫了之後 我們假裝沒看見是不是 不是 就不要一直再講 不會講是不是 對一個故事的 對一個故事的嗎 對一個故事的嘛 對一個故事的嘛 好囉... 對一個故事的嘛 對一個故事的嘛 哈囉... 好啦... 把它休息一下... 做什麼 狠熙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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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你真的有在彭麗處理過這種 現場大家起糾紛的時候的狀況嗎 有 多了 主持人會吵起來嗎 多了...真的嗎 我三十年經驗 什麼事沒看過 我要聽吵架的主持人 所以彭麗是你要出面說 摔麥克風 然後不主持了 然後翻臉的掉頭走 還有兩個平常很好的 卡 兩個不理了 不理對方了 所以摔麥克風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是有人講了 讓他不高興的話嗎 有音樂沒下來啊 什麼 就反正那個... 連接不好的情況之下發脾氣啊 還有全部觀眾都在耶 那時候還現場節目 全部觀眾摔麥風 我們也得上去道歉啊 各位觀眾 對不起 剛才是一個效果 然後所有的觀眾都很厲害 那是一個效果 就是我們就出去了啊 各位觀眾 不要緊張 剛剛剛才呢就是那主持人 一個效果 那你有遇過... 你有遇過主持人 在他的休息室裡心情不好 一直不肯出來錄嗎 有...太多了 那要怎麼辦 求啊 姑奶奶 女的就叫姑奶奶啊 男的叫大哥 大爺 求啊 沒辦法 可是男的你會不會忍不住 想罵他 以前幹他們這個行業啊 幹製片的喔 幹製片的 對 以前這個行業裡面有鯊魚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以前 藝人或者是明星 真的是耍標 不出來的時候 製片真的會帶到後面打一頓 對 反正一點 真的是打一頓 打一頓就出來了 製作人就出來了 你幹什麼你 對... 小意思沒有... 不是 這很難的 康兄怎麼啦 你動手動腳的 啪就給你巴掌 混蛋 走了 對不起... 這小子啊 我面對打死他 黑白臉唱 我們現在不會這樣對 你看 就不要怕 打他... 就很高中他 見人的時代過去了 他好像... 當劇開放了... 當劇開放了 音音好像是覺得演舞台劇 特別會使妳的收入銳減對不對 因為變成通告 就是上通告的時間少了 因為全部都要For舞台劇 三個月 然後為了十天這樣 但我很喜歡演舞台劇 我說... 還讓他有時間去玩直升 遙控直升飛機了 沒有 他那時候超大牌 他就說要去上海演可以啊 加錢嘛 我沒講給他 不是... 偉忠哥還在 你把你媽拖進來 整集節目都在喬 不是... 偉忠哥 你會覺得 以前做電視節目 比現在難很多嗎 難太多了 但是那個... 今天應該是這樣講 那個就跟那個朝代的文化一樣 那時候比較精雕細作 可是現在呢 他反而自由成型 各有好處 可是我認為兩個都應該要有 所以偉忠哥你開始當... 開始參加電視製作的時候 你有曾經被上司叮過嗎 叮太多了 他們會丟你的本說寫得不好 有...被丟本了 我就慢慢送 我就慢慢送 後來陶大偉 陶大偉最喜歡我的本子 我就幫陶大偉寫完了 陶大偉就說來...寫版... 寫完之後就... 就是 因為陶主要就那麼小 坐到旁邊拿個吉他 那時候就不准這位參加金曲獎 陶大偉 偉忠哥 你有在後台偷哭過嗎 被罵到 哭喔 我有一次被感...就是... 因為我做得太努力 太好 然後被人家嫉妒 不讓我上...不讓我... 我講過嘛 不讓我做執行 然後我的製作人就正好 讓我在貓道 在上面看 不讓我下來 會刺激到主持人 很多事情都... 所以你在貓道哭喔 難過喔 因為我不能回家 我已經大學畢業了 我同學都出國讀書了 我回到電視台打個... 所以像恐怖片這樣 眼淚從上面滴下來 滴到你前面感受 然後不止血還是淚 中一家速度這麼大一顆掉下去 然後那個時候 也不能回家一老家 還有養家 然後又不能回去 只好硬的脫皮下來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覺得年輕人要經過這幾次 現在電視真的... 明明是你做得好 反而還要跟別人道歉 對 你做事好 沒有用 到今天為止 做人還是很重要 所以你... 你當時沒有覺得說老子不幹 或者去別地方做 你無後路可退啊 是主持人怕你風頭比他強的 因為他也想安排自己的人 來做執行 我是我們製作公司的 那製作人想自己培養 他們自己的...自己的勢力 都是這樣子 這行業就是如此 紅了就麻煩 紅與不紅之間 那幹嘛吧 趙兄這樣你覺得是紅了沒 小趙問過 我問過我老婆那個小蕙姐 他們說小趙怎麼樣 我老婆很挑剔的 我老婆說小趙還滿好玩的 還滿Man的 就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現在已經很少像這樣子 有這麼一條 然後也不能說大虎煞 漢子... 算是刷出一條血路吧 就是... 就有一點點這個動物的特性 跟這個春節不太一樣 可是你一直說 要把牠拉回幕後去會不會 牠其實很想要當明星 其實我最喜歡的一個 目前幕後處理最好的 就是以前在日本 在日本整個的演藝圈裡面 也有點這個... 你是製片幹嘛 諧星什麼很多片 北野舞 對 北野舞又大導演 又能主持這種節目 又能演喜劇 每天騎個腳踏車去上班 然後還可以導很有另類的戲 我當然希望小趙自己 你別看他自己在改變的 你看 然後自己又去考大學 然後自己現在又準備導戲 大學是他自己考的嗎 自己考的啊 是啊 真的啊 自己考的啊 那不然怎麼考 應該就是 是你的粉絲讓你怕死的吧 沒有... 你怕得好一點 人家在準備誇你 你還能解決 謝謝... 很不習慣 沒事... 你今天好善變喔 你夠安靜的 安靜 妳有一個 算是成名作就是穿C型褲 我後來才知道那個是妳 妳是被修掉的耶 不是 裡面有穿別的東西啊 就是說其實妳不是穿C型褲 不是只有穿那個 然後他修之前 有跟妳講還要修嗎 有 可是自己當時拍的時候 不會想像到說 出來的照片是怎麼樣 就是沒有想像 可是C型褲很成功 因為後來媒體報導妳的時候 都提到妳是C型褲女郎 所以我把她那個想法 轉成正面的啊 所以妳說妳在棚內拍的時候 是一邊含著淚一邊拍 因為會害怕 會害怕 然後也不小心 人也不曉得要怎麼選擇 這樣拍攝的氣氛不是很尷尬 還滿尷尬的 所以他們追求是臉上露出 就是有人在趕 然後有人在哭 然後有人在... 有一種... 有一種被脅迫的感覺 所以攝影師要一直言語上面 鼓勵妳是不是 他也沒有鼓勵 他就是說 時間已經過了兩個小時了 你還剩... 就是因為我還要趕那個大檔 他就說你還剩一個小時 你要不要趕快拍一拍什麼 可是妳說妳當時去拍 他們說叫妳穿少一點的時候 妳以為妳的經紀人會跟對方交涉 讓妳不要穿那麼少 因為我們...我跟經紀人 就是到現場才知道要穿什麼 然後我想說就是 經紀人應該會幫我選擇啊 但是他就是說去拍吧 然後我也不敢 有什麼太多的意見 我記得我那時候 還不是我公司的藝人 我有打電話給她 我說現在妳拍這個不好看喔 我很不高興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安心亞有一點傻傻的 有一點點...她演喜劇 那我對演喜劇像... 就像小S當初一樣 我對會演喜劇的女孩子 我都特別聰明 我覺得很好 有哭嗎 妳被哭嗎 有 掛完電話我就哭了 我不知道她... 因為我覺得會哭耶 她打電話怎麼沒聽她哭啊 可是因為你知道 你都已經拍了 然後又被說不好看 那個對女生來講就會...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行都有很多傷痛 每一個人都有 你要經過這些 你不經過這些你長不大 所以蟲蟲 妳後來怎麼樣 從鄙視電視圈到願意接受啊 自己努力啊 因為我其實覺得 我到了這個電視圈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就是 你要有很多的正面的思維 比方說我剛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我吃過很大的虧 像...但我覺得比他們來講 我算順了 你沒有穿C請哭 對 因為這像趙哥 譬如說已經裸上身了 我們還是 也是會哭啊 我是沒那麼嚴重 我曾經有過就是我演一個短劇 然後短劇裡頭我要辦小丑 在上面自彈自唱 然後彈一彈之後 結果人家把我的吉他拿起來 砰 一打 那個吉他要套在頭上 那那個小丑莊你知道 眼睛紅的 這邊是綠的什麼 那個其實很難卸 那是特殊造型的一種粉彩 然後因為某人要敢通告 那為了導演要有他拍的順序 有人不想一直換裝 因為他如果跟我搭 他要換另外一個裝 他要換另外一個裝 不要 所以就變成我來換裝 他不用換了 那人家比較紅 比較大牌 我就記得我光一個小丑莊 我只是同一場戲喔 對 我小丑莊換了三次 就一隻卸妝 一隻從上 你知道那個卸妝的時候 好像扒一層皮這樣 卸不乾嘛 然後化另外一個裝之後 再演另外一段之後 回來再小丑莊 我記得我那天回去的時候 我小丑莊到第二天 第三天 才整個卸掉 就是這邊的那個紅印子 嘴唇的紅印子 我卸不掉 所以偉忠哥 你見過這一類的 就是從別的領域過來 然後對電視圈懷抱敵意的 其實他也是啊 從事啊 曾國晨也是 郭子前是啊 好多好多都是啊 以前蕭艾 郎祖儀 他們都是劇場 那後來 宋少卿 後來 馮玉剛 都是這樣子 那我都用 其實後來大概一場界 對電視圈也有某方面的了解 一個好的藝人就是 你上每一個舞台 你看劉德華 他要去做氣球啊 可是你看 你不會損失他演... 當巨星 當明星 當一個好演員的那個 他只是去那個節目 他態度要這樣 他態度我就是來玩的 去這裡我就好好演戲 我覺得分清楚這個之後 不太會有...不太會有問題 你剛剛講坐氣球 你知道安心亞為了坐氣球 也有哭耶 不是 就是那個... 跟那個做我的那個人啊 很怕 但我的四輩不誇張這麼大 然後我氣球要夾在這邊 而且一開始還要男生做 然後我覺得一個女生 要給男生坐氣球很奇怪 而且是正面 不是背面 就是正面這樣跨座 台灣這種節目真的 你說是最近的事嗎 沒有 好像就是剛... 安心亞就是最近的事啊 他也不是多早期的人 去年啊 對 然後後面那個 到最後他們要懲罰我 變成一個很胖的女生做 然後也是正面這樣坐下來 而且他要坐我的時候 他還有點緊張 他很害怕我會受傷 做這個行的目前幕後 必須要這樣子 你去就把它當作 這個事我就跟大家語君通樂 沒什麼關係 不要...不一定有時候 完全贏得尊敬 所以在現場立刻哭 也是很尷尬吧 應該至少也是回到家那邊 我本來眼淚就是快流下來 可是那攝影機還在拍 我就是收回去 說不定他們也喜歡 他流下眼淚來啊 所以你有很多作品都是含著淚 真是看不太出來啊 從C型褲到做戲想都會這樣 就是他就說好 OK 然後收了之後 我就眼淚就流下來 默默地往後走 教練平 那你... 你做製作的時候有哭過嗎 不會啊 有什麼好哭的 你有一次不是弄得魚都死光了 那個是助理的時候啊 那個故事是真的很經典啊 就是我們在陽明山拍的主景 魚缸的魚死了 溪裡面的魚死了 那只能到那個桃園的拉拉山 那邊去抓溪魚 所以呢 趕快打電話通知對方 魚不是都長得一樣的嗎 不一樣 可是陽明山沒有溪魚啊 海拔不夠高 所以那溪魚本來就是從桃園 拉拉山那邊抓的嘛 然後就趕快通知那邊原住民 那因為去的時候比較急 帶了那個...那個叫什麼 盆子 魚缸那個桶子啊 沒有帶打氣的 那糗了 那魚放在那邊弄下來一定會死啊 所以就接了七八根吸管 在嘴巴幫他打氣 真的 原路這樣吹 原路這樣吹 還不敢抽煙 因為怕煙把他弄死 一點都不誇張 你以為你噴出來是淡氣啊 不是... 不是這樣說 你能噴出淡氣 我今天就不讓你淡氣 好 我帶進去世界巡迴演出的 對啊 好 你是環保烈士了 你真的 你真的要吹...吹到... 吹陶雷拉阿山吹到陽明山 再倒下去 沒有一個人相信我 連導演 製作助理之音之後說 怎麼可能你吹 原路這樣吹...吹來陽明山 我說那是真的喔 魚活著嗎 魚活的 沒死 我一輩子不會忘記這件事 那個魚就好奇 怎麼會有這麼多二氧化碳的氣候啊 他就好奇得不想死 他會被你的二氧化碳給扔的 你搞清楚你 在社會上面生存 本來拍馬屁可能就是一個 必要的手段 可是如果拍馬屁拍到 竟然出了一本專書來描述 如何拍馬屁的話 好 歡迎四位好 你們好 好 歡迎 他先站起來... 我要站起來 對 我要聽你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有點軟腳 如果台志遠先生在化妝室裡面 放了一個屁的時候 對 你要說什麼 這個好經典 這要聽他講 有芬多精的味道 如果置身於綠野仙中裡面 我不懂 好可愛 你怎麼知道那是台志遠放的呢 因為化妝室很多人啊 沒有 因為台哥通常放屁的時候 他一定會 他自己會沉著 他自己會沉著 而且他... 對 他會有水屁 他會怎麼說 他會... 我放屁啊 來 大家試一下 是不是 啊 他差一點就要接著唱 辛苦了 而且... 還差一點就會一個放屁 你當時在場啊 在啊 我們就站得遠遠了 因為那屁很臭啊 對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所以你要靠近 然後你要勇敢的 說出來這番話 怎麼講 因為台哥常常錄影 錄... 他注意非常多的細節 那有的時候東西什麼事情 他有一點不開心 我們盡量希望他開心一點 是 對 有一次我沒... 我沒有聞到 我還跟他發脾氣 他放喔 他放了以後 那味道已經散掉了 然後我才剛走進化妝間 然後大家都已經 都已經有點退避三色 然後我說 為什麼沒叫我 台哥 我直接指著他鼻子嗎 你好卑微喔 你能不能再放一個 可不可以再放一個... 再放一個 然後他說 台哥 人家叫我去移車 我先去移車 就大概是這樣子的戲嘛 所以還是人聽到你這樣講之後 你會高興嗎 是 台哥是會高興的 所以他會在表演的時候 就特別誇獎你是不是 他誇獎倒是還好 但是他就是心情很平順 大家就開心 所以你衝上去聞說 台哥你放屁 怎麼沒有通知我的時候 這時候漢典他們都不需要 模仿你嗎 就學著你這樣 對前輩表示尊敬 我不知道 我只覺得說 演藝圈越來越沒有倫理 不是啦 對啊 所以照你說應該是接龍的狀況 就你放屁的話 然後漢典也要立刻過去聞對不對 也不用 因為... 陳漢典你當時在哪裡 我當時也在那個化妝節裡面 但是台哥放屁的時候我就 很香...我就走這樣 所以你無法做到阿堪的境界 對 我... 那你看到阿... 你說實話 你看到阿堪講說 台哥你放屁怎麼不通知我 我要聞的時候 你當時心裡面沒有偷罵說什麼 覺得好像滿幽默的這樣 他連拍馬屁都拍不順耶 他比較走...就是誠懇樸 那他不需要拍你馬屁嗎 不用啊 不用吧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常常拍馬屁 有一點就是開玩笑 但笑 好玩這樣 那為什麼只需要拍台積的馬屁 不需要拍郭哥的馬屁 不 因為郭哥他有另外一套 郭哥就是他自己他會... 他常常都會侃侃而彈 他自己...你只要跟郭哥聊天 郭哥是非常開心 其實池舊王不是稱讚耶 他們在諷刺過之前 什麼事 不是...這不是自己寫的嗎 沒有 我是寫台歌部分他寫郭哥的 還敢請坐 好 你站著 你在書裡面抱怨 你去請教郭哥什麼事情 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 就有一起拍戲嘛 然後拍戲每次就想說 等一下就要上場了 然後有一些時候 他站著感覺沒有站進去 對啊 不是請坐 他在影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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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心...下來 然後...沒有啦 就是那時候 就會跟... 郭哥只要...你只要跟他聊到 他聊到比如星座啊 或是聊到什麼 我最近冷氣有點不冷 他就可以跟你講三四個小時 停不下 他什麼都懂嗎 就是這幾個方面 電器... 電器類的他都非常聊 所以你有一次就問他 車子的事嗎 我剛好跟他說 郭哥 我車子送去修理 然後冷氣好像不太冷 他就開始說 我跟你講 冷氣會冷的原理是這樣 然後就坐下來 就開始一直講 所以你說他持久 是說廢話連篇嗎 不是...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那些車子有問題 他講了多久 講了三四個小時吧 就陸陸續續一直講 你自己都不自覺嗎 郭哥 我當然知道啊 你是故意整他們對不對 沒有啊 我就想說 盡量把這個原理告訴他們 沒有啦 你用監督嗎 學過這個專業啊 學過這個專業 他們沒學過 那他們...你有沒有看出來 他們眼中流露捲帶 有啊...他們大概十幾次 起身要走 我就把他再拉下來 我說冷氣喔 就是這個還原得到 冷媒中間經過 謝謝 所以... 所以你以後再也不敢問他問題了吧 不會啊 可是聽郭哥講故事 其實很有趣 就比如說 比如說他的愛情故事或些什麼 我們知道 問過 然後他會一直講... 然後我覺得其實 好像每次聽都還是覺得 很有有趣的感覺 他們說全金星 就是王偉忠的製作公司裡面 大家都不願意去最大檔演出 因為那邊就是龍潭虎穴 然後去了以後 就一點人格都沒有 然後阿堪就抱著說 應該不會這麼厲害吧 就一進去之後 就被邰居然K到滿頭包 才叫到地獄來了 不是 因為這個邰哥 其實也常常講說 我們節目就很像是那個惡人鼓 然後大家進去 然後結果十大惡人都不一樣 然後就教你不同的招式 陳漢典 你心中的機智王是誰 機智王是不是 S姐啊 真的是沒有問題 沒有... 而且郭哥不是你師父嗎 邰哥也算滿笨的囉 沒有... 其實大家都還滿機智的 對啊 真的啦 所以他這種生存之道 也不錯對不對 也不錯啦 就很安厚啦 就透明人士的這一種 你喜歡哪一種 你喜歡盡情的拍你馬屁 還是像陳漢典這種 比較低調的 像漢典這樣 你是這一型的對不對 因為我個性本來跟漢典 他還就是比較是那一型的 還是很像他那一型 可是你以前也是拍馬屁的人吧 我以前沒有拍馬屁的人 你不需要拍偉忠跟馬屁嗎 沒有啊 我就傻在那邊 如果NG我就傻在那邊 你出書的時候也不用講說 我希望我未來 變成王偉忠先生 出書 我是寫我的自傳 我沒有說要... 我只是說他是我的 生命中的貴人 這樣就好了 對啊... 安心亞需要拍大哥們的馬屁嗎 我還好 我比較銀河型的 就是... 銀河型 講得好像我們那邊 對啊 對啊 可是這樣我邰哥的話 我就會就是多少學一下 Ken哥就是小拍一下馬屁這樣 哪一類的 就譬如說他在繡肌肉的時候 還說結實嗎 然後我就摸 好結實喔 然後不然就是邰哥就是在減肥喔 台積人繡肌肉 對啊 他一進化妝間就會露起殺死 會啊 他已經快打敗潘若迪先生了 對...你看 他每天到化妝商一無一拓 我說頂呱呱來了 有沒有 請諸葛珍 頂呱呱請全大家 根本都有頂呱呱可以吃 對不起 剛才講的是真的嗎 真的 他真的有腹肌嗎 他一塊啊 很團結的腹肌 對 所以...好 你要... 他撈起衣服來 你就要去摸 沒有 就是看 然後有時候會戳一下 就好硬喔 然後他就會高興 他會高興 不然就是他就是瘦下來 他說有沒有瘦 我就說邰哥 你這樣瘦下去的話我怎麼辦 然後他就很開心 所以其實講來講去 問題是出在邰哥身上對不對 也不是... 他最近在太瘦 對 不是 我說他為什麼 那麼需要別人的吹捧 因為他會問他們啊 對 邰哥一進來 怎麼樣 我這個腹肌快瘦下來 現在只剩一塊了 再練一個禮...一個禮拜 應該就瘦下來是不是 是不是 怎麼沒人講話啊 對 然後吹拉哥就趕快這樣 邰哥 這個肌肉 根本沒有腹肌嘛 他是不是 他的腹肌應該是 沒什麼朋友 對 那他們書裡面有稱讚郭哥 說郭哥為太太辦活動對不對 對... 這個我真的看不出來耶 夫妻... 恩愛夫妻 他幫他辦什麼活動 沒有 就是... 修容器大賽 沒有 他就是... 郭哥他有時候 假如是大嫂生日啊 或是有什麼特殊的場合的話 就會... 就約大家一起去某個地方 然後大家一起派對 然後或者是吃飯什麼都有 派對他會弄得比較別緻嗎 不會 他會盡量年輕化 因為郭哥他這個就是因為 因為大嫂還滿喜歡 就是跳舞啊 唱歌那種感覺 所以郭哥就會比如說 阿肯納豆 欣雅那個 要辦個什麼假髮趴啦 要辦個什麼猛假趴 猛假趴 有主題的 對 都有主題 而且郭哥都打扮得超認真 那天我們去猛假趴的時候 有沒有 他帶一個金條 然後是真的 就是... 他們一戒到處 他說真的跟家裡面結婚的金條 就帶出來 你呢 其實我也覺得滿好奇的 你沒去 對啊 你沒有去郭子晴的派對 是太忙了嗎 因為有時候我好像也不知道耶 他不知道 對啊 你們排幾... 你們沒有講承翰典 因為我覺得他的個性 比較不適合 承翰典根根本是局外人 適合到夜店 他可能會不自在 說郭子晴 就郭子晴 郭哥有幫你站台對不對 有啊 就是輸輸的時候 他幫你站台的時候 他說什麼 就你問他為什麼義務幫你站台 我是就說謝謝郭哥 然後郭哥就說沒關係 反正有時候派對約你來 你也都會來啊 就是他很開心 那其中一點啊 他很在乎他派對沒有來耶 沒有...那其中一點啊 承翰典 你沒有去 不是 因為我... 其實是平常安心亞 他很夠意思 因為在我們節目裡面 什麼角度都可以 他很夠意思啊 他有嗎 因為我覺得他的個性 不適合去夜店 這樣他會不自在 他超適合 郭哥我跟你講 他有去我的生日派對 那我以後就約你 好...不是 因為那個情況是 我也很跑不掉嘛 就是說... 所以這麼有強的路 但剛剛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剛好就在那邊 所以你們根本就是 沒有把他放在心上啊 為什麼要 不是啊 因為郭哥... 不是 大家去派對不會通個簡訊 說亨點要不要一起去 因為郭哥都是在我們 就是錄節目的時候 空檔跟我們大家講 那可能他跟妳講那幾次 亨點沒有在還是... 我記得有一次他有事情 辣豆有一招最厲害 現在酒口在旁邊說 都沒有先來後到啦 長輩還沒喝 你在幹什麼 他剛好開那個汽水 然後還沒喝啊 就給你喝的 他連反應都不用來 恐嚇就給你喝 那我們在旁邊看了就想想 前面 我有看 他前面在打塑話寄進去 沒有 這就是沒有嗎 我真的是你來自行 所以對陶智都不用這樣嗎 不太需要 他只要走路得快 所以剛剛工作要注意的那個 Mega是什麼 就是不要拖泥帶水 對 他不喜歡拖泥帶水 他要快 他好像把Mega發音成Mega 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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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靖比較... 就是說是正常人是不是 他就是要...他不要... 他不要... 他要在短時間之內 完成最多的事情 對 對 所以如果他丟話給你們 你們沒有接好他會生氣嗎 不會 他對我們期待也沒那麼高 對 所以我就知道接不了啦 你知道嗎 他就自己調整自己 他會直接在節目裡這樣講 對啊 他也會啊 他就覺得就是... 好玩嘛 就他不會對我們有太多 所以講...你們講過多 他也OK是不是 他有 他都說他老棒生豬了什麼的 對啊... 我們就講滿... 這個沒關係對不對 其實他尺度還滿大的 所以12點之後打電話 是你做的事情 是我做的 你幹嘛 不是 因為那天晚上 就有跟幾個朋友在那邊 就是大家吃飯 喝酒 聊天 然後就到晚上12點 就大家就很開心聊天說 我們覺得陶姐真的 對我們還滿好的耶 對不對 那我們打個電話 我就說愛要及時 我現在打給她 跟她說我多愛她 然後我就打 12點多 有一點半醉 然後我就打了 亮了很多聲喔 我就感覺上 電話放在一樓 她睡三樓 跑...跑下來接的感覺 然後陶姐接起來我說 陶姐 她跟你說我們好愛你喔 他也沒有跟你發脾氣 沒有 沒有發脾氣 但他第二天有故意 在節目上面有說 他說你們大家以為 納豆看起來人很好 其實阿堅才是比較有禮貌 納豆昨天晚上喔這樣 他就把這事情說出來 對啊 那還好 他也沒有真的生氣 對啊 所以即使你醉成亮 你也不會想要打電話給邰哥 跟他說謝謝他嗎 我怕他會叫我 以後再也不用去了 聽說你當初參加 全民巨大島的模仿比賽 你其實是被淘汰的喔 對 其實那分很多階段 我們以為你是冠軍不是嗎 最後是冠軍啊 所以剛開始是被淘汰 剛開始在網路上是被淘汰 對 怎麼後來又敗部復活 後來就是因為我有一天晚上 就是在收信 然後他就是寄一封信給我 中天寄一封信給我 他說我是前十五強 然後還有機會就是到 你說從油桶寄一封信嗎 不是 是那個電郵 對 然後我就收信 然後他說我還有機會 就是到校園裡面再比一次這樣 OK 然後我晚上半夜十二點多 打電話到中天啊 然後真的有人接 有人接 桃子接的 不是 那個企劃處的 就是工作人員 怎麼可能那麼晚還有人接 真的 因為他們忙那個比賽 都忙到很晚 然後他就接起那通電話 如果他沒有接 我今天就... 演藝圈就少了成案點了 是 對 所以他接起來就... 對 要去... 對 所以他接起來就... 就是說你趕快來參加 對 就是希望我去報名參加 那你去哪個地方 我去東吳大學 你不是東吳大學的 對 我是真理大學 然後我等於是去... 那你去東吳大學幹嘛 去比賽啊 因為他們需要參加 一個學校錄取幾個人 一個學校就錄取一個這樣 所以你打敗全部東吳大學的學生 對 那時候是冠軍這樣 你說在東吳大學辦比賽 只錄取一個人 結果錄取一個不是東吳大學的人 對啊 因為現場排歌啊 那你應該沒有辦法活著 走出東吳大學才對啊 沒有 他們也是 暴以熱烈的掌聲啊 沒有啊 有啊... 我現在提醒他們 他們就會想起這個仇恨吧 有...就是大概五年前 東吳大學學生應該很成案點耶 因為他們知道可能會出一個巨星 就是被他把這個位子搶搜 對啊 還有所有在捷運上面 穿黑色緊身衣的男生 不是啦 不要這樣... 成案點是任同事 我們今天有把他 建立了三批敵人 抗誰太大... 在大黨裡面的生活 其實男生們比較累 妳比較不累對不對 女生比較會被大哥們疼 就是做錯事情 大哥們不會生氣 就只會用唸的 那吃東西的時候 大哥們會干涉妳說 不要變胖什麼這些嗎 好像只有台哥跟孔哥 然後台哥比較會這樣吃 宵夜的時候 我可能再喝個湯而已 台哥就說吃東西啊 這是幾點了 然後就說沒有 我只是喝湯而已 然後台哥剛剛可能 已經吃完個涼麵了 我說台哥 你剛剛也吃了 一碗涼麵 他說好吧 就走了 所以他不太會叮... 叮女生 不太會啦 但是孔哥就會就是說 台哥有說 他說你這個身材在國外 就是很受歡迎 但是你現在在台灣 就叫我還是要就是減肥 可是起碼妳現在不用穿很少 對不對 以前當那個橘號碼牌的女生 是比較需要穿性感是不是 我有時候穿的 還比橘號碼牌的少 就還是要性感一下嗎 有的角色一定會啊 裝扮 阿KEN是我們當中 最常跟偉忠哥聊天的人耶 然後你跟王偉忠先生聊天的時候 是你去找他 還是他召見你 有時候忙也沒有找 但是就是大概 可能一兩個月都會碰個... 然後他跟你聊天的時候 他都開場白是什麼 開場白 他說沒有啊 就說怎麼樣好不好 那個... 有什麼話就說...就說 然後你應該開始說嘛 你應該就說 偉忠哥 我正義怎樣... 辛爺 辛爺 咖啡呢 咖啡喔 好 快 快 你說... 然後我們就會說 那就是說我這兩個禮拜啊 辛爺 咖啡呢 怎麼了 快點 幹什麼 你繼續說 不要停啊 就是他...你會覺得說他... 他到底是想要我說 還是叫我閉嘴 那他會開... 他會打開電視看嗎 他會啊 或者是他會說 什麼 你這個計畫好好跟我講 最近我們需要一點新的元素 你說說看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節目應該怎麼樣... 然後他就拿起遙控器 開始開電視 然後再開 電視是有聲音還是沒有聲音 有啊 就是他就把聲音... 就是我的音量要設法壓過 電視的聲音 然後他就會開大聲 怎麼搞的 現在社會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怎麼了呢 就是新聞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講... 那我就覺得說電視在... 電視已經很大聲了 他自己又跟電視在聊天 那我在跟他講話 那我... 我到底是要停還是要怎麼樣 那我就會講... 然後後來我到最後覺得不妥 因為他真的沒在聽我講話 我就停下來 我就跟他一起看電視 對 然後看一看... 可能一個新聞已經亂過了 然後可能進廣告還是什麼 他就過來說 你說啊 為什麼不說呢 繼續說啊 怎麼搞的 所以我們跟電視比較有心事 繼續講 他講這個的時候你就繼續聊 你把你要講的事情 在這個時間講完就好 你可以走了 他有聽進去 有聽進去 所以他是一個 喜歡同時做很多事情的人 也是一樣 對 也進不下來嘛 一個人想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什麼時候 才是適當的告辭的時間呢 沒有 就是他... 是這樣 結束後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他有時候站起來 然後就空空間就開始這樣 揮竿 他就走了 他好神秘喔 他自己走出辦公室 沒有 他會... 他就會自己要坐... 他會去上廁所啊 幹嘛 喝茶啊 什麼的 所以他比較瘋還是邰哥 不太一樣方向吧 對啊 邰哥... 所以偉忠哥會虛擬的是 只有打高爾夫球吧 打高爾夫... 他以前還會玩Segway 還會突然間... 對... 還會玩Segway 虛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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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 因為他有一台 一定要堆在角落 他就虛擬在那邊 也是一個conversation的end嗎 就是虛擬的玩那個 反正你聽到他說滾這個字 就趕快撤 有的時候會想跟台資源嗆聲嗎 不可能 那我們就可以... 我們可以離開宮中回老家去了 你說再見 撈起衣服 說 腹肌 然後他們就說 非要 不是 因為那時候也有低潮其放 他不可能永遠都是這麼high 需要發解別人啊 是啊 不是啊 因為邰哥其實他很善良啦 然後他很純真的一個人 所以他有一些時候 他講這些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以前跟他玩這樣 其實大家都還滿... 我們假如說真的... 真的是就是說 你變成說好話已經講完了 然後他大概就是會說 怎麼樣啊 現在開始對我不禮貌了是吧 然後我就說 我會...就是採取用別的方式 對... 我就說邰哥 你現在跟我講話這麼大聲 你現在知不知道 我跟的人是納豆耶 他跟我講 講說以後有什麼事情 我就直接嗆你 不然的話你就找他 然後我在旁邊休息了 然後他就準備要倒閉 對 但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還會故意再晚一次 結果邰哥就過來說 什麼 你現在還了不起啦 大啦 我就說 他又配合演 他就先拿一下 什麼啦 他先我先拿來 這個就豆哥啊 對... 他回去的時候再滾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在準備節目 這個就是他節目內容 在短身是短身 就是在後台也要演就對了 對 你們現場演出壓力不夠大嗎 還要在化妝室裡演這個 我們真的都到8點55分 才有就備戰的狀態 所以之前都在玩 都在聊天 你可以想像十年後 納豆就是大哥 然後把衣服撩起來 說複雞... 然後就會有一批新的晚輩 然後再過去戳 我說好硬喔 什麼這些 可是納豆的身體應該活不到十年 沒有啦... 有啦 應該十年還好 十年還好吧 我們私底下有模擬過一次劇情 什麼 就是十年 十五年以後 然後阿堅 納豆都已經大排 那我們都已經很衰了 所以我們是老演員 然後去接通告 然後有一天就遇到阿堅 對... 然後我就跟 阿堅啊 你還記得我嗎 喂 誰 誰打電話給我 什麼事... 然後就走了遠遠 我說阿堅... 然後我就趕快打電話給邰哥 邰哥...阿堅好像不認識我 然後邰哥就說 如果納豆還在世就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個劇情好棒喔 對啊 然後邰哥問我說 你問一下製作人是誰 看有沒有我們兩個老的通告 我們都插管了...怎麼辦 然後我就問製作人 製作人就是我們現在做道具的 他可能十幾年後變大台製作人 那我說製作人 那個邰哥跟我國哥 有沒有通告明天幾點 邰哥 哪一個啊 台...台字元 台字元 他現在還挑便當嗎 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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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之後人家這樣對他 他就好像遭到暴力 好好笑 只能說大黨的這些人 各個都是天賦亦比呢 但也多虧了他們的瘋狂演出 讓節目更具娛樂效果 真的要給他們拍拍手喔 製作人